第1隻精選港股是長江基建1038 長江基建今個星期三會公佈2021年全年業績 預料在通脹環境下盈利有望回升兼保持股股派息增加 另外今個月初長江和同系公司聯合公佈 市內所持有的英國配電業務獲得恰救 若成功出售預料長江最受壞 講到股息率 長江現價股值仍然有收復空間 加上預測股息接近2厘 讀者不妨後低作長線吸納 策略上可以等待長江股價回到49.8時買入第1柱 若有機會回到44.2號7以下可以多加兩倍注價 短期目標是體券商的平均價 即是56.3左右 但長線收息更合適 第2隻精選港股是中電 2號 去年全年業績因為受累於澳洲和內地業務 令全年營利跌了兩成年 股價一度跌至76元水平 近期回調提供了較低賣入機會 過去兩年疫情直轉全球 令中電的股價股值走低 尤其是一般衡量公用股的 平貴的預測視障率即PB 按彭博綜合券商的預測 中電現價計2022年預測PB只有1.66倍 加上彭博至2005年有紀錄時 中電股值變化的平均預測PB 大約1.89倍低大約1成2 顯示他們現價處於一個較吸引的中長線吸納水平 中電上星期收報77.3 走在去年12月引申的上升軌支持 建議在支持位76元附近收集 長線持有的 先看瑞信目標83元 別穿10月時低位附近 即大約72元就要止虧 第2位 至於美股方面可以借細留意 United States Oil Fund 全球商品價格在近幾個星期大幅波動 加上美國聯儲局將會進行議息 如果想發掘一些投資機會 商品會是值得考慮的選擇 投資石油在港股有F3星原油期貨 即3175 以及FGX原油3097 兩者都是追蹤紐約其油的 F3星原油期貨的合約 他的合約月份集中度 就是教FGX原油分散 美股有USO 主力投資近月的紐約其油合約 Investco DB Oil Fund 同樣是投資紐約其油 但會採取策略減低轉倉影響 也在影片下方 感谢观看